在大企量方面的话 因为公司它一直有强调一点的 就是说像奥斯康定或美食康定这类药物的话 它是一个无天花板效应 所以说按它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来讲 是无论是多大剂量都是可以的 那自己在盟地的这段期间的话 听过别人分享是有医院吃到最大 比如说像奥斯康定的话 1400毫克Q12H 就是说一天要吃2800毫克 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量 150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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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是提效时间快 但持续的时间短 所以早上的播放 播谷的时间比较小 所以它更不容易成 所以公司的配训告诉我们 它的成应率是小于万分之三 公司要求看每个医院的一些情况 那么情况可以 就是希望能穿上拜大瓜 可以在那做环子交流 或者是开厨房 或者是帮主人开厨房 我们每天去医院的工作 其实就是发现 病房里是否有这一类的新病人 那找到这类病人的话 我们就是定期来 根据护士的疼痛评估的分子 来给他定期的加量 即时的加量 公司当然是鼓励这一类大企量的生产 因为大企量的话 吃的也多 自然效果也就更高 首先就是你要和医生 和护士客气关系比较好 可以在他们不忙的时候 比如中午 或者是晚上他们置办的时候 可以就是可以用他们的电脑 或者可以查看一个处方信息 和这个患者的信息 送一些礼品 或者是请他进行一个浆课 就是打一些浆课肺炎之类的 来维持这个关系 他们讲课的PPT 百分之之 九十一项 都是我们来给他做好 他来讲就可以了 公司教我们说 GPM其实是国家卫健委的一个项目 但其实是我们蒙地默默去推的 所以相当于有点变相地说 我们是在国家的这个大title下 我们在下面默默做事情 做推动者 所以他们就会在过程当中的话 从一开始不接受到慢慢地接受 再开始使用 到后面的话 用的很习惯这样子 会帮助我卖更多奥斯康定 with all of this extremely expensive medicine 那你现在对于这么量这么大的 而且还这么昂贵的药的话 打算怎么处理它 嗯 就 ENE 就是 用竹梅 灯 我是无精心的 中文字幕——YK